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靠性高 前部发动机在飞机升到一定高度后 向下喷转的尾喷口 改为向后推力 和后部发动机共同构成飞机平飞的动力 就解决了F35B的死重问题 同时两台发动机推力大于F35B的一台 使得飞机造得更大 载弹量超音速飞行能力 航程远远超过F35B 飞机结构简单 飞控设计简化 简直是天才设计 自从电磁弹射器技术突破后 在建造076-27攻击舰 搭载一至两条电磁弹射器 弹射起飞歼35B等 使得垂直起降战斗机 好像没有那么急迫的需求 程飞双发串连垂直起降方案的公布 再次引起了中国是否需要研发 垂直起降战斗机的讨论 垂直起降战斗机有其独特的优势 就是不依赖机场 对平台的依赖性远小于传统战机 可以在两栖攻击舰 小岛上机场或者平整的场地起飞 战时生存能力强 机动灵活 只是受限于目前现有技术条件 或者是西方垂直起降飞机的 研发创新性不足 存在飞机死众部分多 结构臃肿 机动性差 航程短 载弹量小 超音速飞行能力差 设计结构复杂 飞机安全性差等特点 程飞的双发串连布局 完美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中国版F35B的研发 可以提上日程了 从J-10 J-20 再到双发串连垂直起降战斗机 在创新上 永远可以相信中国人 相信程飞 摸着鹰匠过河 都会把鹰匠摸脱皮了 在这些问题上 我们下期见了